也绝对不能变成小红 跟着共产党走 国民党高雄举办政见会 朱立伦开炮嘲讽 一是针对了 旧式张耀宗的过度亲中 更大打团结牌 所以你们怎么 国民党战斗兰变内斗兰 这是千千万万不可以 如果我们变内斗兰 那我们不会是必胜兰 那我们是必输兰 同温城很可能让我们 越走越在 我当然是中国人 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 我们中国国民党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 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 眼看声量篡声 张耀宗则是大打认同牌 更不忘向党主席 江启臣呛瞎 我如果当了党主席 我会把拿下高雄 当时我在地方选举中 最重要的任务 中国国民党的字典里面 没有聚占两个字 也没有确占两个字 虽然频频传出 珠江对决 已经变成株章对决 然而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朱立伦拿下超过 39%支持度 把第二的张亚中 10.7% 跟第三的江启臣 10.4% 远远抛在后头 看似朱立伦遥遥领先 不过前国民党立委 蔡正元却说 朱立伦才是拉警报 我个人的判断是张亚中跟朱立伦两个人 是处于一个焦灼的状况 朱立伦万一在国民党党主义选举 这次要输了 那他的政治前途将会比韩国瑜更加举步为前 来因党魁之争 四位候选人 台面上打团结牌 认同牌 台面下气宝声音 没停过 各自出招